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一页账目 张建 楚国有个穷书生 闲居家中 整天胡思乱想 总想能成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一年秋天 他正在读淮南紫一书时 书上说 螳螂捕蝉使用来遮身的树叶可以衍生 他急忙放下书 不顾一切地跑出家门 去寻找衍生的树叶 他跑到树林抬头张望 树上的叶子密密麻麻 哪片是螳螂捕蝉用过的呢 他从东到西转来转去 突然发现一只螳螂 正躲在树叶后面举着双臂 猛扑过去 当即啄到一只蝉 楚人纵身上树去摘那片叶子 树枝摇动 叶子纷纷下落 那片叶子也掉下去了 地上的叶子堆得厚厚一层 究竟哪片是呢 所幸 他把树下的叶子全都装进口袋里 背回家去了 楚人为了找到那片叶子 便一片一片的试验 他每拿起一片叶子 都先挡住自己的眼睛 然后问妻子 你看得见我吗 妻子说 看得见 他马上换了一片又问 妻子说 看得见 他就换了一片又一片 问了一遍又一遍 从早问到晚 折腾了一天 树叶还有半袋子呢 妻子实在不耐烦了 当他又举起一片叶子 再问妻子时 妻子气愤地说 看不见了 楚人高兴极了 他把叶子踹在怀里 一直向集市跑去 集市上各种商品 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他穿过人群 只奔书摊去了 楚人在书摊前 仔细查找 果然 看到向往已久的几本书 他立即用一只手 举着树叶 用另一只手 去拿那几本书 刚要离开 就被卖书的人捉住了 当即送往县衙 县令询问他时 他毫不隐瞒地 把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书说了一遍 最后 仍强调地说 那片叶子 就是螳螂捕蝉用过的 就是可以隐身的 县令听后哈哈大笑 知道他是个书呆子 就把他放了 人们就是从这个笑话中 衍生出一页帐目的成语的 用来嘲笑那些 被局部现象所迷惑 看不到事物的全局 和整体的人